手术康复后回诊终于能放下心中大石 84岁的阿嬷回门关前走一遭 阿嬷心脏不好平时有三高长期服药 日前突然剧烈胸痛呼吸困难昏迷 电脑断层扫描发现主动脉玻璃命悬一线 考量阿嬷上的年纪 义士决定以微创导管手术治疗 阿嬷感谢医师的救命之恩 手术后恢复健康 医师提醒急性主动脉玻璃危险因子 包括男性年老抽烟高血压 家人有主动脉玻璃病史 亲属腰提高警觉 胸痛胸门不舒服 尽速就医 大爱新闻 嘉义大林综合报道